疫情不當 他說過去三個月裡頭 是不斷受到人身攻擊 像是說他是黑奴 而記者在提問的時候 他更是直接點名台灣 以及台灣的外交部 對他的攻擊 針對譚德塞的說法 我國駐歐盟代表 在接受中央社訪問的時候 回應 這是他憑空捏造的 惡意指控 因為不管是在社群媒體 還是正式的新聞稿上 外交部長吳釗燮 從來沒有對譚德塞 做過任何的人身攻擊 台灣政府也沒有 發動過言論攻勢 而譚德塞所說的是 毫無根據 憑空捏造的惡意指控 並不值得國際重視